这里是从河南进入安徽的国道 这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 今天这个视频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两边有什么区别 这条国道修的还是不错的 路面都比较平整,就是车道比较窄 这边就是安徽境内 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基本上都是农田 然后就离国道比较近的地方有一点房子 河南到安徽北部这边真的是平远 可以看到已经飞了这么高了 还是看不到一座山 整个都是平的 现在转到这边来,这边就是河南了 可以明显的看到河南这边的房子比较多 可见河南这边的人口密度是比安徽要大的 这边也全都是农田 然后稀稀拉拉的有几个房子 转过来这边又到了安徽了 安徽这边的房子都是比较集中 大家可以看见两边房子的风格也不一样 这条国道一直延伸到远方 远方那边就是博州的市区了 下面从地面的角度带大家再看一下 我现在是在河南的方向往安徽走 过了前面这个牌子就进入安徽了 这边是河南州口的陆毅县 它也是老子故里 所以上面写着欢迎您再来老子故里 所以上面写着欢迎您再来老子故里 过了这个牌子就是欢迎您南安徽 灰省柏州市 从这里就进入安徽了 以前我记得省道上这种都是有收费站的 现在收费站几乎都已经拆了呀 刚刚进入安徽界啊 感觉两边差距不是很大 这条国道在两边修的都是一样的 过它的路况它的路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感觉刚刚进入安徽地界这边突然凉快了一点 刚才在周口那边好像比较热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大家觉得这两个省的差距大不大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那这个视频我就先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